好了 这次给大家伙说一个 三国志版本的三剑圣版 然后三国志二 这是咱们从小日本的 进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游戏之一 而且在远古时期 就是小狼还是小时候的时候 它就有三剑圣的版本 这个版本严格来讲是斗版 我们管它叫斗版 因为说是斗版 其实改的挺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它就有剑 三剑圣里面其实比较常见的 就你知道的无非就是圣剑 还有那个草剔剑 它是小的时候都感觉叫草猛剑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 这个有点像草猛剑 这个表演者呢 是咱们的菊万里花 这名起的也是非常日本话 咱们上来呢 是用这个 用这个马 咱们看这个马 这不是千里马 这是赤狼马 这个马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咱们看看现在用这个骑马射箭 我还是你们最好的朋友 MC石头 这个一手骑马赶驴带给你 好了 咱们看我这个分数 哇 这个分数你们看一下 好了 利用咱们的第三个剑子 就是一个火技火功 一下炸出了29万 卧槽 这个确实是有点赖的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 刷分方面上呢 其实对于这里面还有个火 这还有个火的 我记得还是有个火 这马的移动速度确实快 这个马都是打西凉来的 这都是好的 铁头弓 咱们看这个肥肥不错 这个不是肥 这是老宋 这不是肥肥 这是老宋 肥肥是 刚才那个是肥肥 这个肥肥 还有铁针 大伙都比较熟悉 好的 一个火 摔过来 逆扔 这个摊分玩法 独独少少之用 哎 没炸着 两下 还差一下 这个没炸着啊 这个分数啊 用火 用火功炸这个分数 其实是蛮好的啊 没炸着就难受了啊 好的 上 离 这帮人都是根据姓姓名 啊 姓徐姓黄姓啥的 这些人 我那这小兵还有名 还有姓啊 这就不错了 知道吧 这就不错了 你知道吧 啊 好了 来看看 李点的 李点卡住了呗 李点 你还没有去那呢 还没有 你还没去那边呢 啊 这个 目前是借用他这个 time的时间来刷分 咱们这个摊分版啊 大家伙一定要了解啊 这个摊分版呢 就是要利用咱们游戏 正常的这个时间 对吧 正常的这个 有限的时间 就是 就是我不违反这个游戏的设定 我也不是开挂 我也不是干啥的 咱们就刷分 就跟咱们看那个 黑金蛋头刷分啊 三国战记刷分啊 一个意思 对吧 你刷分 咱们就有点有刷分的气质 不是说我要浪费时间 对吧 你既然你无限刷兵 咱们看 那个李典还在喝酒呢 李典在那 一杯两杯不算酒 三杯四杯喝一宿 五杯六杯摇着走 七杯八杯直爽狗 喝到最后 能往自己嘴里面伸直手 我不说这事 谁知道啊 对不对 他这个很难受啊 好了 咱们刷这个分数啊 其实拿这个刀捅 他由于他不倒地 所以说 只要不跳的话 不倒地啊 你会发现 还是挺爽的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 缺点就是说 打分还是稍微低一点啊 这个没有 没有咱们拿火烧那么高 但是咱们每一关 每个人都有这个烧兵的 这个都有这个火计的 这个效果 咱们看一下 好的 还剩这点时间 过图 还剩几秒钟的时间 是吧 我记得这个 我记得这个里面 是一个草剔件啊 这个草剔件 实话实说 真心疼啊 好来看看 这个time时间到零了之后 我们看看 没有什么惩罚机制吗 好了 有 持续掉血 持续掉血 时间到的时候 一般来讲啊 都是有设定的 比如说 time is over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像咱们这样的 就是持续掉血 这个设定呢 跟这个 其他的游戏啊 也挺多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有持续掉血的 这个设定 好了 好了 直接摔死 非常的极限啊 非常非常的极限 怎么看 徐锦江 这个是真相 徐锦江 我 我 我严重怀疑啊 我严重怀疑 当时的日本人 做这个游戏 他是参考了 神岗七兵 然后看了 神岗七兵二 神岗七兵一 不是二啊 神岗七兵 然后他看完 那个神岗七兵之后 他就觉得徐锦江 真是 那你 你敢说 他不是徐锦江 真 他就是徐锦江 而且跟徐锦江里面 那个呃 演那个叫什么 他演那个人 叫英雄本色 里面演鲁之身 一样一样的啊 好了 一个火 这个火呢 要在冰多的时候烧啊 是最合适的 火的这个刷盆 效果特别的强 这个三电圣啊 咱们主要是 它由于内容呢 还是挺过于变态的 大会不要小看 这里游戏的内容 它跟原版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 这里面就按照我的理解 你看咱们还可以选择 用这个呃 换人来进行攻击 用换人来进行攻击 同时呢 咱们其实按理说 是可以捡地上的剑的 但是呢 由于可以秒杀 这个小怪啊 咱们就不用扯了啊 不是 那个世纪墨游魔术师 你说赵锤赵明 哎 这我都认识啊 那赵雄赵云赵坤 是啥呀 人家这赵家 你看他是赵身 你知道吧 赵雄 赵锤 赵鸣 赵鸣 赵身 还有一个赵什么来着 大伙一共是五个人啊 不要过度解读 什么叫不解说全方比赛了 这咋的呢 这是 我是对吧 他们那个比赛 那他们自己天天开直播就说了 我要是跪着有那个咱们自己的比赛的话 就是我就说一说就好了 对吧 他们这种赞助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有好多人过度解读啊 这生气了 我生我能生啥气啊 对不对 但是吧 这个 由于不太掌握不了这个事 他们不 我都不知道规则 我也不知道啥 由于通知不到 他们自己 自己开直播 我也不跟他们抢人气啊 不要过度解读 好吧 好的 一个雷 直接炸死 你这个吧 有很多人你过度解读之后吧 你在你在这两个一说 好像这是跟真事似的 然后吧 你不说 哎 小狼什么默许了 然后你说了 小狼又开始忽悠人 我这是两头奴啊 来看一会是 呃 夏后蹲 这个夏后蹲啊 这个小时候是 我我跟你们讲啊 就但凡是第二关 都是童年噩梦 三殿圣这个版本啊 你们不要小瞧 其实它比原版要难 这个小兵啊 打你废血啊 就是你几何倍数 我好像增长啊 这什么赖 不是你 我个人觉得有点难的啊 主要是关心我狼的情绪 我狼的能看见我说话吗 那个未来又开始要坠了 是不是 坠卡的话 应该有点东西 好的 一个火 起码的话 咱们 哎 杖八蛇毛 起码的话 这个补啊 可以直接吃 不用不用A 不用A 可以直接吃 咱们看看现在 小兵非常多 咱们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刷分 请问我会唱 跳 rap 篮球 能找一份好工作吗 你这个就找不到好工作 你因为你不够专业 你应该说一个 music 你说你是个人练习 个人练习生 我是黑班长 喜欢唱 跳 rock 篮球 music 对吧 你点 你点 没有music 就没有灵魂的 好 好 来看看 这个下下后蹲 小的时候 我记得对这个下后蹲印象最深的 不是玩这个游戏 当年啊 我玩这个游戏之前 我还看过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名字叫什么 叫这个旋风小子啊 也叫笑林小子啊 就是旋风小子 那个 就是那个 好少文啊 对吧 那个林志颖啊 这个确实是啊 就林志颖 林志颖在那个 在那个属于那个酒吧里面啊 他扮演那个赵云 然后呢 张振月就扮演那个 夏后蹲 然后还会喷火 夏后蹲是个人物啊 就是待会了解 夏后蹲也是属于可以骑马那种人 兜里面穿个酒壶 一个红色的酒壶 当时我还我还说呢 我说这个确实我觉得 我觉得林志颖扮演的那个挺像的啊 林志颖扮演那个赵云 确实挺像的 后来我又看了一些另类的电影 比如说我看成龙 成龙大哥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鼻祖啊 不是那个鼻祖 是那个房氏龙啊 那个成龙他扮演那个春丽 街头霸王里那个春丽啊 也是雷我一下子 这帮人都挺会那个啊 咱们看那个 咱们看电影里面啊 林志颖对这个徐若轩啊 这个电影里面啊 就是这个四毛 四毛对这个徐若轩这个人啊 这个确实是啊 喜欢的不行了啊 喜欢的不行了 但是啊 我要跟大家说 但是 咱们看又是徐尽江 徐尽江这确实帅啊 确实帅 然后看那个 然后据说幕后里面 现实当中就拍电影的时候 这个徐若轩 这个对这个林志颖啊 真的是这个喜欢的不行了 后来徐若轩跑日本 徐晃 自若轩 确实很 好 当然咱们 咱们看一下 这个刷分的话 咱们肯定要吃的特别快的啊 刷分 咱们看看 一共吃了六个包子 三个大腿 三个小腿 一个大腿 一共是一万分 这个不是一万分啊 这个奖励 perfect是一万分 然后一千二一千七 两两万七 两万七 两万七 牛逼 然后加上剩一个时间 我看啊 这个小的时候 一般吃吃不过电脑 尤其是电脑里面 有一个人叫张飞的话啊 他吃的老快了 确实吃老快了 什么时候可以去你的工作室硬屁 你们看我像一个老板 你们见过哪个老板 情绪波动非常大 你老还是太面 这个但是呢 当老板也是 对吧 也需要 也需要实习 也需要去经历 慢慢来 徐若轩 他是天使三部曲吧 有魔鬼天使 我看过啊 我家里当时还有 后来我得删了 因为电脑 电影的剧情吧 这个还是不错 但是呢 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黄 我特别喜欢看香港三级片啊 我是喜欢看那种 就是非常经典的啊 比如说什么 什么什么 香港奇案之 对吧 还有那个什么 《异女心经》 什么蜜桃成熟石 什么灯草和尚 什么金瓶梅 是吧 就是两个版本都喜欢 王金版的 还有那个 之前的那个 也都挺喜欢 还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像 满清十大酷刑 一 满清十大酷刑 二 对吧 一就是那个 羊奶五和小白菜 二就是那个 那什么 我还喜欢看那个 那个电影 那电影叫啥 我还忘了 我现在电脑里还有 就是有一个女的啊 有一个 有三 有 其实是不能说 有一个女的啊 就是在妓院里面啊 有三个女的重点培养 然后呢 虚锦江 还有一个 呃 一个秀才啊 去 就是他俩啊 就是 哈哈哈哈 啊 一说就有画面啊 一说就有画面 就不多说了 哎 当时我比较喜欢 就真的 那些三级片女明星嘛 实话实说 他也 他不是说误入歧途 严格意上来点 他不违法的 但是他拍 其实你像徐若萱 还有翁红啊 尤其是李立珍啊 我对李立珍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啊 这个女的 有点不要个逼脸 长得太好看了 真事啊 就是 我当时看那个 蜜桃成熟石的时候 因为蜜桃成熟石 有1和2 2呢 我实话实说 我不建议大家伙看啊 2确实挺烂的 3呢 就是那个3D版的那个 他就是把那个 日本女优叫过来 我觉得也是挺 挺没劲的 但是呢 毕竟啊 他已经是新片了 好的 咱们看一下 赵云就带上这个草拢件 草剔件 有我好看 我实话实说 长得比康宝啊 确实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呢 徐若萱吧 他比康宝胸稍微大一点 就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你们肯定说 啊 徐若萱还比康宝的 还有徐若萱A绕 好吗 康宝A件 就唯独这么一个缺点 怎么说 怎么啊 这个草剔啊 这个真的是 扛一把大剑 你说赵云傻不傻 左手 你看啊 他他这个太狠了 他一个小剑 然后加一个大剑 哎呀 这一刀 直接把剑干下来 还没烧到多少个人 我等着 别别别 开玩笑 开玩笑 康宝吧 其实我没见过他 我们都是在网上啊 我们俩有一段 纯真而有美丽的网练啊 所以说没见过人 我也没摸过 所以说那个大小 我也不知道 有的人吧 他不显 他不显 其实你看网上 有很多人 就都带着棉花套子 对吧 他不知道啊 归宵是吧 这个 所以说 嗯 不是超管 怎么就到大战场了 我们探讨剧情呢 是不是啊 李立真 那个蜜桃成熟时 就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看不看着啊 就是咱们前年吧 17年 还有一个电影 叫黑处有什么 这是国产的一个电影 它是一个青春片 但是它又充满了悬疑啊 呃 豆瓣评分不错 好像七点几分 他里面就讲那个女主角啊 他从小就是 他他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 对吧 他就对这个蜜桃 他后来他自己跑到录像厅 然后呢 他去看那个蜜桃成熟时 我我我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我不能说强推 就是你们喜欢看剧情片 那种就是这种黑暗的 这种 有点悬疑形的 这种青春片 我建议 反正你们想看啊 你们想看的话 我建议你们 这个慎重 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没有什么太大 有看过的应该知道 这个 我觉得它属于文艺片 它不像那个 不像大家那种常规的青春片 比如像什么老师好 像什么同桌的你 像什么知青春 左耳上 不像那种啊 不像那种片 它就是有点 而你看起来感觉怪怪的 有点黑色幽默 好的看看 我那时候还特别喜欢看一个电影 叫三地肉扑团 啊 这个讲那个魏央生 啊 这个魏央生 你们知道吧 这个 其实就是艺术团主角 这个魏央生啊 这个确实它 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他这个 当然呢 当然呢 看那个三地肉扑团的时候呢 我们讲 反正挺有意思的啊 我觉得 我觉得它里面设定挺好 里面展的也都挺好看的 都确实挺狠的 好了 看看一顿 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那个 看西游记 不是 说错了 说错了 不是 那个金瓶梅啊 就是王景板金瓶梅啊 王景板金瓶梅 除了那个春梅 除了春梅啊 大伙记住 除了春梅 呃 都是日本女优 啊 都是日本女优 哎 这个 过分了啊 好 看看 极乐拢人 直接开花 好 来看看 现在 这边 这里面 这个忍啊 这个 有个人叫忍啊 他这个名字 也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呢 要说句实在话啊 很多人说日本 对吧 说自己 自己的文明文化 存在好几万年啊 其实有逼 但是呢 其实你比如说 那个时候在汉 他在 在俯看这个 在网上看 他网上看 说哎呀 这个汉朝啊 这个天国 那个时候呢 他们还不成型 他们来到这个 他们来 他们是悲迷乎吗 是个女巫吗 他们来到这个汉 这个三国时期 来到这个 魏文帝 曹丕这里啊 后来到曹瑞那里 他年年都觉得 哎呀 好厉害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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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啊 真的是太狠了 他往那边是太平洋啊 对吧 他往那边是太平洋 他往这边呢 只能接近中国大陆 所以说他觉得 哎呀 好厉害啊 然后封他的一个 窝国国王 不知道跟女巫 有什么关系啊 好了 看看 好了 看看 一个火 现在已经140多万了 兄弟们啊 100多万呢 太狠了 加了你们一天山了 康宝 康宝 实话实话 你们都不知道 康宝当年啊 一念 对吧 一念天堂 知道吧 当时他要是直接 飞奔到这个上海 我俩只要 对吧 我告诉你 现在孩子都打加油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们 你们不信就拉倒 哎 好多人说小狼 硬吹牛皮啊 你跟康宝有时候 对吧 就是康宝就不惜搭理你啊 就是你开个玩笑就算了 但是事实上 这事是真事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反正大体上是真的 就是这么个情 嗯 好了 这一共四把剑 这哪把是圣剑 哪把是草剑都不知道啊 哎 你看啊 这个草剑 真的是草剑啊 草剑家族的这个 呃 他这个三三剑剑啊 其实你们看这游戏里面 其实他他不止三把剑的 他除了正着八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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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的名字叫剑之外 他就是什么草剑七星剑原版里面也是有草剑的啊 他是在后来倒数第二关还是最后一关 他从天上直接掉下了一个箱子啊 有那个 然后再就是夏侯顿的青钢剑 有青钢剑 有七星剑 啊 还有各种的啊 咱们看那个夏侯顿可以打出来 青钢剑 七星剑 圣剑 呃 刀也有很多的刀啊 刀是什么样的刀呢 有这个基斯大环刀 哈哈 刀里面有那个郑国 有什么村政什么的啊 就是 也都是名刀 然后还有什么大晕锤 那个晕锤可以各种晕啊 晕锤 还有一个大斧头 这个炼狱斧似的 各种武器还有小匕首 都是武器啊 小狼连皇帝都能追 何方游侠啊 不是 刚才有人送游侠吗 我不知道啊 莫非是我猪哥送的 孙政 郑国 郑国是狠啊 我为什么老是追 我告诉你啊 你狼吧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不被金钱所得 你看 很多人就是送我礼物 我啥时候感谢过 对吧 我啥时候说老铁啊 扎辣地的 没有吧 你狼是金钱如粪土 知道吧 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会多给我破点粪吧 好吧 行不行 在这里有个大伙贵了 我说大伙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金招 好不好 你看这个就是金丝大环刀 大眼月刀啊 金丝大环刀 剑是什么样的剑 碧月修花剑 人是什么样的人 没女爱英雄 你说你那个小剑根本都不用啊 过分的 好了 难道是康宝兄啊 好的 爱哥直接砌手打了一手飞机 无妖王给汤宝在97度度于97房间开通了游侠 这么个情况有点傲嘴是吧 有点傲口啊 好了 日常追忆是不可能的 爱哥就不用都说了啊 爱哥其实有很多蛇 刚才有一个97刷番 爱哥没看 来受啊 咱们看这个曹人有点 有点锤子 这还是摆那个八门金锁镇的曹人吗 这只独角落里面一顿大砍刀啊 虽然说砍费不了多少血 但是 但是你作为一个boss就去卡卡被砍 我也是对了啊 咱们这个游戏啊 大伙还有一个设定 就咱们砍出这个刀 无论是什么武器 A出来之后呢 都有一个就是小刀刃 就是有一个小小小 不叫刀刃啊 这个叫什么 叫刀锋 也不能这么叫 叫 剑盲啊 这个就是说白了 就底下有一个小能量啊 就是往前 他这个能量这个呢 可以把人打倒 但是呢 有的boss打不倒 伤害呢 也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有两段伤害 他这是两段伤害啊 卡完之后 你们记住啊 就是正好一管血那个怪呢 你拿草剔剑 一刀是扛不死的 但是一刀 加上底下那个波 他就会死 所以说这个设定啊 非常逗 剑气 是狠 咱们看看这个 我们这个小狼 这个热度啊 怎么说 哎 又上来了啊 你狼 真的 拿嘴皮子玩游戏 也就你狼了 还有谁呀 但是呢 这个你狼有人说吧 前一阵吧 就害怕了 这超管吧 他老疯了 从那个 从那个天安神头 然后到这个 到这个王牌对决 然后又开始唠唠嗑 又开始跑 开始跑风啊 结果 你导致那份密失调啊 这个就是年年被警告 各种扣分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低调多了 可能小狼 你没有以前淫荡了 错 不是没有 是不敢 否则你们天天给我送盒饭 好吧 还剩最后一刀 我们小时候就听这个日语啊 就是这个瘦家一 不是踢足球的吗 对不对 低修武器 拖他一 咱们看这个曹操长的就是一 他长的一股狐媚样啊 给我教训教训他 跑到这个地方啊 就每个 每个大环节地图呢 给咱们扔了很多的这个 你可以免费用三个火 这样的话 你看烧到了190多万 一枪 两枪 三枪 跑得快啊 跑得快没事 跑得慢 直接就跪了 来看看 用锦江 锦江之星 很多人在这里问啊 为什么 这里面是五虎上将 没有马超 而把这个魏延变成这个 这五个人当中 好多人说 这个日本人觉得魏延是五虎上将 这一点呢 实话实说 首先啊 这个五虎上将呢 没有这个所谓的特殊称号 这个荣誉称号 但是他这是有确体观直的 而赵云呢 在生前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五虎上将啊 赵云在生前的时候并不是 就不要扯了 也有的没的 赵云就比较 咱们看这个火白白浪费了 再来一个火 好了 烧两下 这里面 我感觉这里面 咱们给人打仗 你说咱们给人打仗 然后大家伙 这底下怎么还有人 加油助威 而且你看他这个装扮啊 这里面有两个妹子 你看正下方有两个带 有两个银色的头饰的两个妹子 身材非常的好啊 身材赶上康宝了 你看 前途后笑 对吧 而且你看啊 而且你看啊 他这个衣服啊 还勒裤裤 他那个红色衣服 勒底下那个裤裤 凸显那个臀钩 你知道吧 特别的这个 特别凸显身材 好了 这个刚才领完 刚才领完爱哥飞机的这帮小伙伴啊 这个能不能自学一点 领完小礼物了之后 直接就就就送啊 对不对啊 对吧 你 有点过分的啊 你们 好 那个服里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里面应该是一把剑 但是这个大缸子里面 他除了装咸菜 对吧 他里面为什么会藏有一把剑 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失去了一个闺蜜 好 你看用这个 你看 他里面藏了一把剑 到底是怎么塞进去的啊 好 来看看这个哥们啊 纯干斗 这 这个名气的啊 纯我能理解啊 为什么叫纯干斗 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干斗 是吗啊 这 这 干斗 好了 当然咱们有这把剑非常的凶 这把剑不用多说 这伤害啊 老泰森的弟弟就要太高 到了 肥肥 哇 这一刀 咱们不能砍boss啊 这个boss实在是 实在是不经砍啊 砍个三四刀就死了 就不用多说了 你知道吗 咱们尽量啊 利用跳A 可以砍倒 然后咱们砍这个小怪 反正boss是各种刷 呀呀 不是 不是 纯干斗 你们 你们看 他罗马音 你们看一下 不是 咱们不纯于穷啊 纯于穷是纯于穷 那不是曹操那会儿的 那是 那是原校那会儿的 对吧 但他这个罗马音写的 确实是纯干斗 看不见 很多人说姓纯于 不是 不是那个纯干 他那么的这个游戏 写的就是纯干斗 对不对 你这玩意儿 你说不是说咱哥们 飞点这样似的 对吧 这没招啊 就比如说咱们说日本人也是 比如说咱们 咱们其实也有时候不懂日本人 好多人说火舞 我火舞玩得非常好 对吧 按理说人家叫 人家姓不知火 名字叫舞 对吧 他他名字有个小名叫 麦 就是麻衣 对吧 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日本的女演员 叫川村麻衣 虽然说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就有一种那种就是 有点像我小一同学似的 反正挺诱惑人的 那种 尤其是那个有一个图 就是川村麻衣 他就在一个厨房 然后特别热 然后在那个男主面前 他就这样 还是抖露自己的前修 就是这样的 有点热嘛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画面改一下就上来了 那个人就叫川村麻衣 然后呢 比如说二阶堂 比如说二阶堂 红丸 他是姓二阶堂 红丸 他并不是叫姓二戒 我们小时候管理就叫二戒 他不叫二戒 他叫二阶堂 二阶堂先生 他是姓二阶堂 然后名字叫红丸 叫妈祖 就是比利妈祖 对吧 好了 再摔 蚂蚁 好 这一刀不得不砍了 他 他居然会后闪 这一刀必须得砍 好了 咱们看看时间焰到 我们一起来捣炮 持续费血 这个时间到了之后 费血的速度呢 不快也不慢 按理说 咱们可以多刷一会儿 其实刚才很危险 如果现在 对 你得砍这一刀了 你不砍这一刀 一会儿万一 时间到了 怎么说 好的 一个血杀 血杀的话最稳 再来两个血杀 应该是百分之百死的 再血杀 再来最后一个血杀 再见 哇 一个血杀直接消成两半 如果是利用 下上手的话 就是斩手 利用血杀的话 就是两半 这个游戏呢 还是有这个血清的一面 微信大头六的刷分 我没有 没有录像 我没有 好多人说答应 咱们看 我看 弥夫人长得真的好 好好看啊 日本人的画风 真的 你看弥夫人真的 他这个 真的是 有点东西的啊 好了 长板桥 什么叫红丸 红丸 红丸就是红丸 真红丸 那你包括你 比如说你像大蛇丸 为什么叫大蛇丸 战国丸 要丸的特别多 说起红丸来讲 他们明朝啊 还有一个红丸案 就是传说中的皇帝啊 吃了一个红色的丸子啊 为了严年逆寿 结果吃了第一个红丸 没啥事 吃了第二个红丸 然后就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呦 这一个后卧唱 赵家五虎 赵锤 赵雄 赵鸣 赵申 这就是赵家五虎 赵锤 好了 错错错错 这个赵云长得怎么说呢 总是都是想把这个赵云 变成一个形象 就是帅哥形象 赵云女 好当时还说赵云是女的 叫云妹 你们家云妹 然后郭家不叫郭家 叫家家小宝贝 我在我发现好多人啊 真的是 我听说日本还有一个色情漫画 叫什么我忘了啊 反正是里面各种 什么都是女的 什么 哎呀各种那什么啊 里面还有左词 那漫画叫啥 我忘了 什么什么系列 我不知道 还是漫画里面就是 啊 我直播砍丑丑 还有个赵楚 对对对 这洛晨之行说的没错啊 赵楚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一记当先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 看来都是高手啊 你们哎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爸爸都逆说话啊 现在给我们做主了吧啊 圣剑 后我唱 下场一撩 一把圣剑 赵云到底怎么拿的剑 最好是三国志的那种 哪有说什么剑 这说啊 你们这 最好是三国志的那种 你们 我真正的三国志啊 他其实不跟你讲什么 这种什么武将单挑的 对吧 你们 你们记住打仗就是打仗 你这个还好点 你们看那个小说 看随唐演绎啊 随唐英雄传 那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 叫李元霸 手里拿着两 对吧 大锤 是当年福波将军 马云用的大锤 我他妈 这这李元霸是真是我 一个人能单挑 他一个 他能单挑几十万大军 你知道吗 相当于屠杀一样 真的是啊 咱就不说别的 你把三国里面 最厉害的吕布找出来 真事的 他一个人打十个 或许能打 打一百个 就能让一百个刀副手 打得跟狗一样 好的 看看 李元霸 真的啊 李元霸 那是真的是 有点像 真的李元霸 有点玄幻小说了 你把他扔到 你把他扔到 那个金庸小说里面 也可能也就是 只有石破天 还有月宇军阿卿 能跟他干一 月宇军阿卿 都干不了他好不好 真的 你们看那个选 你们觉得李元霸 能打过江无忌吗 我告诉你事实上 是能打过的 张公济 他也打不过那么几十万人的 好的 咱们看一下 这个艳明 夏侯 夏侯杰 夏侯杰也是长板条啊 这夏侯杰呢 我记得也是啊 当年被张飞 这个下敌打啊 李元霸 不是 鸡翅 大鹏 是什么 李元霸 是啥呀 李元霸 李元霸 这个 虚构人物啊 真实有没有 这个人的 有 从小就是 出生 没多久 我就死了 好了 这个火放的 感觉有点浪费啊 你看 少了两个兵 宋空应该能打过旅元吧 那你 宋空 他就是神了 对吧 你十不个天 无非也就是修仙 你宋空 他就是神级别的了 那怎么 那还用耻啊 我 我当年有一个设想 当年我看过 对吧 我喜欢看西游记 我还喜欢看西游记的动画片 就是那个 白龙马 天朝夕 拖着汤三藏 带着三个沙笔 其中沙笔就有你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 就是 就是这个动画片 这个动画片啊 我当年看 我就有一个问题 我又喜欢看这个西游记 我又喜欢看葫芦娃 葫芦娃呢 第二部 葫芦娃 葫芦小金刚 有个小金刚 那么七个人合体了之后啊 就是 有点像超人一样啊 一碰到阳光 那个项链就回来了 然后就猛了 就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就想采访一下 我想请问啊 我想请问那个葫芦娃 合体那个葫芦小金刚 厉害还是 还是孙悟空厉害 我当时我十分的不解 我觉得葫芦娃挺厉害的 我觉得孙悟空挺厉害的 大会给我 给我研究一下啊 到底谁最厉害 看着可能是逗吧 主题曲又是唱这么唱的啊 那白龙马 不二零而鸡 对不对 轻柔哥 你真有点东西的 你在直播里面说了 你 你就 我给你个眼神 你挑头就应该直接私聊发给我 葫芦小金刚 大战孙悟空 有这动画天 有吗 有这东西的啊 孙悟空碾压葫芦娃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漫画里面也有啊 你们看那个 正义联盟 大战复出者联盟 其实也有这个漫画 我们还看过 X战警 大战变形金刚 我真的 真有漫画的啊 你们不要以为 好像我在跟你们开玩笑 有漫画的 但是你 孙悟空大战那场 猪八戒 猪八戒跟杨文爷打起来了 小鬼扛着着魂盘的 对不对 就没看过啊 第一次看直播 就是因为你看的视频结束 行 先别耍了 别耍了 兄弟 别耍了 然后看我的视频解说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 妈的 我就不解说了 然后你就开始看女主播了 然后你就开始 每天晚上渗透头 是不是 然后你开始赖我 是吧 关公大战外星人 曹涛要跑了 好了 差了一个 所以说关羽摸地了 孙悟空大战黑毛警长 你说那是教授那个吧 教授那个确实挺狠啊 关羽大战外星 其实要我说啊 其实这个 咱们按照这个 按照对比战力来讲 对比战斗力来讲 呃 比如说你像美国漫画 什么这个 你像有人说 不用说战力 都已经超超越 所谓的战力了 可能是 呃 涉及到这个 比神还有上升的领域 叫做 对吧 这个什么 比如说像漫威里面 有什么OAA 对吧 什么生命法庭啥的 是不是啊 就比较厉害 什么的 很多人就说 他不是说武力的问题 你看这个 咱们漫画里面 有这个支配 支配者啊 比如说像什么神的啥的 对 那到底谁厉害啊 你看我 我喜欢看那个日漫画 对吧 有你看 你比如说很多人说 雨之波班 是不是最厉害的啊 大统墓灰夜 是不是最厉害的 最近那个 博人传里面 那个玄词啊 据说挺厉害啊 这个 那到底他厉害 还是一拳超人厉害 对吧 是那个奇遇老师厉害吗 啊 这个 他这种 这种想象力啊 比任何力都重要 想象力可以把 不可能变为可能 我问你怕我吧 对不对 他这东西没法说 谁厉害 谁不厉害 我记得当年看 那个孝林小子 就是那个 旋风小子里面 那好少文 问林林之眼啊 是吧 说这个黄飞红 黄飞红厉害吗 他能打得过啃吗 啃 啃 啃 你们知道谁吧 就是那个街坝里面 那个洪流根 就洪流根 那个啃 就阿渡根啊 白人叫龙 红人叫啃 黄飞红 他能不能打过啃 我记得啊 旋词 不是你说那是旋词方丈 咱这个旋词是那个 可组织的啊 我就不愿意看 不认识 我就看了 看到五十来集 就是我就不看了 我觉得太扯了 毁童年啊 但是呢 我承认啊 有有几集还是不错的 交代的也挺轻 好 来看看 这个箱子里面 一把草剔剑 不在同一个次元时代 那 那关公战秦琼吗 对不对 秦琼说句实话 那关羽在三国 应该是排上前几个 秦琼 老子啊 对吧 你是像李渊吧 什么语文 语文成都啥的啊 哎 我想问一下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就看了一个梗 你比如说 就是语文成都 什么语文化级啥的 对吧 你看现在有这个复姓呢 对吧 这个老师 他是教数学的 但是他姓语文 对吧 你要普通老师啊 比如说他姓张 怎么管得张老师 对吧 姓李叫李老师 对吧 对吧 比如说姓李的奶奶 叫李奶奶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说姓语文 他是数学老师 但是你还管他叫语文老师 为啥呢 他这个就蒙了啊 还有那个单位里面 更理解不了的是 就是单位里面啊 你比如说 这个人姓郑 他是副科长 咱不管 管他叫正科长 对吧 你要叫副科长 他也不好听了 对不对 正副科长 对吧 不好听 对吧 那是这人姓傅 但是他是正科长 对吧 你这个东西 你管他叫副科长 他妈的 他就是无论他怎么转正 都是副科长 这姓啊 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好了 看看 大哥你累不累啊 你真的一顿 这哥们实话是说 有点东西 赵雄 赵雄长得确实 一身剑子肉 铁针 铁针肥肥 铁针 这个确实 看起来真的 好的 一个火 别炸 这科长 这正正图 消图 这领导 上过班 你怎么叫领导 我这还是说那啥子 好了 曹操一跑 剩下一个张辽 这张辽 左手拿着狼牙棒 右手拿着狼牙 狼牙盾 有点过分 张辽这招有点像 那个 大砍 快递的叫快递小哥 他在这直接就给他砍死了 这个兄 周六 他这个配音 好了 赤壁之战二 这已经达到了游戏的尾声 不过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那招叫乌鸦坐飞机 大象踢腿 猫转身 龙减风 吹毁停车场 小时候感觉这个关羽啊 戴这个白色的关羽 终于摆脱了绿色的帽子 真的 小时候感觉这个关羽啊 特别实惠 你知道吗 事实上关羽不应该是绿色的吗 对吧 关羽绿 红鲤鱼与绿鱼与驴 好了 你们单位处长正好姓聂 名字叫 名字叫 对吧 谁是谁要姓聂 谁要姓聂的话 你就真的起名叫 告诉你 绝对的啊 好听 是 哎 一个火 这个火能烧不少分 看不见 二百多万了啊 感谢我们马云破产 成乞丐这种办卡 真事的 马云可别破产啊 我那钱都放支出宝里了 咋整 别扯了 好 这帮人建的那箱子 招你们惹你们回头把箱打碎了 精神病啊 清夜 念 念的念 好吧 看看 圣剑 圣剑其实啊 对于菜鸟来说非常友好 他一 他一剑就可以把人直接砍倒 虽然说砍的血不 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不少的 真的 圣剑啊 就是当年我们在游戏厅玩这个版本的时候 都是喜欢 当然啊 肯定还是喜欢捡草剔剑 但是呢 有建议啊 就不要稳 用圣剑 那个草剔剑啊 你砍一刀 他会往后移一下 但是有的boss非常的恶劲 有的boss呢 他就 他可以抢反 就感觉特别难 圣局也行 但是他那个明显不是 不是你发的这个局 你这个局呢 是一个星底下一个两行一树的 你那个是一个局底下一个手 就是手脚的手 我来看看 两个数百兄弟的哥哥起名起的确实给我有点盖住了 我就没法起了 我就是两个字的名字 但是呢 我们家这个族谱是有20个字轮回使用的 对吧 我这是宝 它后面还有一个叫 对吧 我这一辈往后就是宝全世界弦 宝全世界弦 就是我下一辈 我宝完下一辈是 拳子辈 就是全部的拳 那你说我姓吴 你说一个男的 大丈夫 一个男的起名叫吴全啥啥啥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放弃 那你叫吴全 这咋整 你没法起名 我后来我给他起名叫吴全航 听起来又像吴全皇是不是 吴全航 航是航空母舰的航 航天的航 航海的航 不是我怎么能这么起 那你说你们怎么说 这个就很难受 好了一脚踢 我都那个大乳猪 这个猪啊 一看就是非常的好吃 吴全蛋 吴宝库 太子太子了 那他穷的要死了 那都 好了直接把剑给甩了 这个黄中啊 高手很多人都玩黄中玩的比较好 咱们看这是赵家五虎吧 赵锤赵熊赵生 赵熊 还有赵楚 赵明赵楚 赵身赵熊 真的是 无权付钱 三个世纪真的有烤猪吗 有猪就可以烤着吃 没有家猪还没有野猪 你们看这个名真的不好起的 有时候 那你说祖谱就在这 我 我这 我下一辈 现在啊 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儿子是 是这个 这个是男孩 就只有他一个男孩啊 就其他全是女孩 你咋整的 就是 就是从我老太爷这一身 就包括我大爷爷 包括我大爷爷 包括这个 我爷爷这边 基本上就是 不是基本啊 这个全都是生孩子的 就全都是 全都是女孩 就是我的下一辈 没招了 这都是故事 赵云 赵明加醉熊 辣都买不起 你可别提吴迪了 那叫吴迪的人 有九十多个 我在我们家 认识吴迪就嗓 叫吴迪 还有叫吴穷 吴童 这都真 叫这种名字的人 都真的是 太毒了 真事的 你就是一个表现啊 现在啊 你看咱们这个 很多人家长起名啊 我我抓几个典型啊 就什么 什么 就是各种文雅的啊 比如说什么 张新宇 张雨昕 张韩宇 张雨涵 什么 什么 这个 这个什么明哲 这个又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这那的 反正就太多了啊 什么子涵 什么 什么 我 我想 你还想不起来 有个说你真的分不清谁是谁 有个说老师一上课 叫一个名 我估计啊 我估计真的 我估计就是到 真的有好几个人 太多了啊 果断跑去看遗迹当先 你们过分了 你们啊 你们真的是 咱们看这个龙 小时候我不知道这日念龙啊 我还以为这日念龟呢 真的 这个 以后你以后你们管我龙啊 就叫我龙 就是长得像龟那个龙 哦 无限连 新月 叫张伟 得据 据非正式统计啊 呃 叫张伟的是最多的 真的 你随便跑到一个小区 张伟你的快递 我估计好几个人啊 张伟确实多 我认识的张伟就非常多啊 嗯 还有各种钢的 比如说王钢啊 叫王钢的是真多 不是演和珅那个王钢 但是确实叫王钢非常多啊 王钢 刘钢 李钢 我爸是李钢 是吧 好了 这个徐晃 徐晃 自若轩 确实是狠啊 号称周亚夫之风 哎 怎么这好多呢 咳 我弟弟啊 我孤家的弟弟 他名字特别的 特别的 那个什么 叫姓 他姓沈 叫沈当歌 你看听这个名字啊 你基本上就 你百度搜索 我都找不到第二个 我爸那个名字 百度搜索 你找不到第二个啊 还有 还有个朋友啊 叫伟昭 哎 不管他姓比较另类 他姓球 还不是球前任 那个球皮大衣 那个球 不是不是 也不能说球皮大衣 就是那个 就那个像球皮大衣 那个球啊 但他是仇恨的仇 就你们看那个 赌胜里面啊 这个赌侠 赌侠里面 有一个叫球 赌神 赌神二里面 有个叫球秀吃 这个球 知道吧 哎 然后还有各种 我们大学 隔壁寝室 有个人姓丁 叫丁光根 后来不好听了 他的名太拗口了 丁光根 我们没办法 管他叫老根 后来就一叫他 就是 留老根 老根 老 留老根 老根 老 你是一个 啥样的人 啊 就这个 没办法了 老根 好了 看看 球球 太狠了 那个 好了 咱们看看 现在最后一点血 一个乌利亚 两半了 太残忍 徐 徐尽江 真的 这个大头铁 真帅 真心是帅的 好了 这一地全是武器 这些东西点减 看啊 鱼 这都补血的 可以加血啊 来看看 滑荣道 哎 我特别不会玩一种游戏 比如说拼图的啊 就各种拼图游戏 还有滑荣道 你们玩过吗 就摆动那个方块 然后最后让曹操 出去啊 我觉得这种游戏 特别烧闹 然后还有魔方 那个魔方 很多人说小兰啊 魔方简单 有公式 你套用这个公式啊 然后呢 对吧 你只要拼成一面 你就可以这个拼成六面 然后我的意思是 不好意思 我一面都拼不上 我真拼不上 真的 你们狼扫 你们看你们狼扫啊 你别看你们狼扫玩游戏 笨笨的 但是你们狼扫玩 那个掏金者 就是贼猫 掏金者不容易的 你相信我掏金者 没那么简单 真是蓝的 然后然后那个狼扫玩 那个对吧 魔方就能玩 然后那个什么 华容道拼图都能玩 大脑感觉就 我感觉我大脑就缺这个弦 你知道吗 没事 摆渡一下 你不知道 我的名字吧 就男女通用 男女都都有 而且跟我一模一样的字的也有 而且就在 也是牡丹江的 然后呢 这个跟我一样的名字 比我大一届 但事实上 他比我小一岁 因为我上大学 稍微晚一点 魔方你玩到五阶了 我记得外国人 有个叫什么神 那个外国人 那个人 那个人好厉害 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 看完之后 放在那 然后计时 开始 五阶魔方 太狠了 九连环玩 我也没玩过 没有 没有啊 黄金矿工玩的好玩 王者中奎特别好 我玩 黄金矿工也不行 这个确实也不行 好的 被这个赵家五虎抓了 抓的第一时间按AB啊 可以从空中掉下来 是飞神 对吧 是飞神 我不知道他叫啥 我就看这个推广啊 甭管是整哪个号 我就看他 哇 这个人 我告诉你啊 我真羡慕的 不是他的理论 不是说他 他能拼这个魔方 我羡慕的是他的手速 这哥们手 他不是说 就像很多其他的选手吧 可能他也会 他不是不会 他主要就是手速快了 他玩到那一步 他就可能大脑 他就是有点技 他就不是说 就是说 你像咱们 三级魔方 咱们都拼不了呢 对吧 像他 他就能拼 他就不是说 你多难的问题 他不是说 对烧脑的问题 他就是相当于 就是他会 他只是就是 需要多大的速度 最简单的几步 怎么对吧 怎么给他 给他拼满啊 我我我人生当中 只拼过一次 只拼过一次 那个 就是六个面全拼满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块啊 那点盘瓶撕起来 然后颜色重新 我重新贴上去了 好的 露布 这个露布啊 这个 雨布跟曹操混了 不都少少有点过分了啊 曹操不是在白蒙楼就已经给他干了吗 这人叫啥菊花 我真的叫菊花 这个女的叫菊花 我走 日本国花什么啊 菊花 好的 大包子 有叫菊花的妹子啊 这个 这个女的姓朱 朱丽叶 姓姬 姓姬不特别啊 最开始几个大姓 最开始母系社会的时候吧 他有一个姓 一个氏 姓和氏 还这个概念不一样啊 待会知道 这个以前他们姓姓姬的啊 这就比较多 其实他属于 就是咱们华夏 这个起源的时候的这个姓 好的 看看 一个摔 陆布 这个吕布 说句实在话 他会防 但是还不如不会啊 感觉没啥用处 他会防之后 就抓他就完事 皇帝姓什么 你比如说周朝 周朝就是姓姬啊 对吧 周朝他就是姓姬啊 然后你看那个汉朝 就对吧 这不用多说了吧 汉朝姓刘啊 姓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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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姬没人了啊 这真没招 其实姬发挺好听的 但是姬娼 就感觉有点不愤了啊 你们 你们能理解什么意思啊 好了看看 咱们先不扯这个事 这个 有个小学同学叫丁一 叫丁一的人也多 反正啊 最狠的就是 啊 你个不听话的小东西 把你名字抄一百遍 然后丁一说 哥笑了啊 丁一 抄吧 无所谓 那你叫啥呀 我 你叫啥 我叫诸葛 葬葬 超一百遍 老师 你过分了啊 你过分了啊 嗯 好了 第一个修 我去托他一 呃 最后刷分 咱们看 在刷分的基础上啊 咱们还要打曹操 曹操呢 你可以选择啊 开放式结局 可以把他放走 或者给他干了 总体来讲是这个意思 你们看 最后啊 选择杀 这个曹操 扔雷 卧槽 有限时间内把他干死啊 好的 看看 这次关羽杀狠手 呃啊 迪克舟 我去托他一 好了 哥儿屁了 一代奸雄啊 如果 如果是这个小说里面真 他肯定他不可能这么写 但是他就真这么写的话 小说的不可能啊 毕竟是一个历史传记的小说 咱们看一下 最终的分数 404万 404万啊 非常嚣张 这个刘备 选手 这个分数啊 非常 非常屌 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 橘万里花 咱们看最终 429万 429万 感谢咱们的橘万里花 哎呀呀呀呀 过分啊 居然跟我识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哎 好了 那么 感谢大家的收听 对 那 我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